早上的7點11分 社長兼記者呢 跑到我們那個大龍東的保安宮 這邊參拜祈福 今天社長呢 在談論539已經失敗七起 各位你們要知道 不管是白貓不管是黑貓 人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不管算牌你用什麼方式 能幫你賺錢的 你就是好的算牌的老師 各位要知道十足九足 我們唯一大家要分析的 在網路賣名牌那麼多 報紙賣名牌那麼多 我們要分析 因為我是本人是有30年的經驗 我牌子少 我也不囉嗦 我也不會教你方法 這個不是用教方法就可以解決的 也不是什麼綁路隨便講個兩字你就中的 你可以到各大網路買的 各大報紙一大堆網路的 昨天開牌他有中一隻嗎 沒有 那我雖然沒有中我還中了兩個尾數 四尾零尾 你用尾數碰尾數都賺錢啊 大家買我名牌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牌子少 第二個費用便宜 第三個 雖然正式下背了七期 我曾經十三期沒中十四期 兩個禮拜沒中一次 第十四期才中 大家也是跟著我跑啊 對不對 我老會員也沒流失過了那麼幾年 雖然新會員他就比較會 哇你這個人 人都很現實的 你不中他就不跟著你跑 其實你們這些現實人你們大大不大了解 你如果說我不懂的方法我不懂的技巧 我也不懂得我的經驗那我還出來混什麼混呢 是不是 我們不要大言不慘 我們講話也是很謙虛的 因為記者的個性就是如此 有人建議我昨天不要去做記者那不可能啊 記者是我的本行 賣名牌算是我們兼職 我不是但是我們卻有三十年的兼職的經驗 我不是說想賺很多的錢 我一個月賺個兩萬 賺個一萬我心裡就很高興了 因為我已經長賬了 不去跟你們正常人去 去那邊去鬥爭去比較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規規矩矩 安分守己 我也不求多 每天花個兩百三百 吃點好的東西 那就舒舒服服過著生活 過著日子聊起產生 所以你的利用我盡然能利用我 這七天雖然不中 我已經在跟我的會員講 我們只簽A B兩組牌 C組牌尾數碰尾數你做個參考 你可以給自己決定你尾數的命運 尾數最好是一四四 中兩星都幾率比較大多 還可以賺到錢 這是我唯一的方法 或者要不然你就要一三三三 我再評估一下二三四星多少錢 看看哪一個方法對你有利 但是第一關一定要衝過兩星 本小利 第一大的事情你可以做 本大利秀的不可以做 現在輸七期有什麼了不起 當然我是很少這樣 我大部分都是一個禮拜 中個一次兩次 有時候三次給你吃個紅一千塊 就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知道運氣背的時候要防守一下 今天第八期 我們剛剛也到了總團圓賽廟 現在也到了保安宮 向保生大利 希望他們降牌祈福成功 謝謝